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 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200C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佛福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迪 清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只尿剂 黑凉蛋 Haiosiamis Naiger Niger 黑凉蛋 在英文叫做Hambang Hambang的意思是鸡的毒药 在同类疗法 很多的疗剂是有些草药有毒性的 但是当然了 同类疗法是将它本身的物料 将它稀释 经过无数次的稀释 所以成为一个疗剂的时候 其实毒性本身的成分已经消失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疗剂 黑凉蛋的疗剂 通常是用于一些疯狂的疯狂 疯狂的疯狂 其实有两类 黑凉蛋的疗剂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疯狂 不是曼陀罗 所处理的一种暴力性的疯狂 这个疗剂是很有趣的 有一次在历史上 是有一个无意之中的意外地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发生在欧洲一间寺院里面 当时他们在寺院的厨房 用错了这一只黑凉蛋 就当成了一种萝卜来用 他可能认错了 就是煲汤给那些神父去用 出现了 就好像是那些喝醉酒那些 狂妄的症状 当时那个故事就说 那个城邨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因为突然间 那个教堂的钟 猛热响了 有很多人在那儿唱歌 很吵吵的 整个寺院都是这样 跟着呢 那个寺院的院长 就一个人走了出去 一丝不挂 只是带了一顶灯的罩 就当成衣服 就自己去到港台那儿去说话 就大哭大笑大盛 那些衣服 穿到很古灵精怪的衣服 五颜六色的鞋 五颜六色的衣服 老人之外症 Alzheimer的疗剂 通常那个阵营 就是老人之外 有很多的古灵精怪的行为 比如手在空中触摸 好像在撕东西 拔东西 或者他们不断坐在那儿 就是缝衣的工作 那他退休之后呢 他就一天呢 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 就在那儿 坐在那儿 在那儿假装 他还在那儿做制衣的 那他们可能有时候呢 就会拔那些床单角啊 或者是不断打他自己的嘴唇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呢 或者自己都自言自语的 这些全部都是黑粮痰 黑粮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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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他们 他有出现很多一些露体的 那些露体的 以前我们叫做裸跑的人 那些人呢 很喜欢这些露体的行为 也都有一些 我们叫做色情性的疯狂的 喜欢那些人呢 看到那些人呢 懒懒舌舌啊 露体啊 就是很多这些这样的行为 摸身摸细啊 就是这类的疯狂的行为 那他们也有时候出现 好像有人喝醉酒那样 神昏之沾雨 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应用一些 因为受了悲伤 因为悲伤而导致的 就是那些 那些 顾忌心很严重 还有呢 是怀疑心很重的 那令到那些人呢 是出现这些症状的 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那你会这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疯狂的行为呢 包括呢 不断地唱歌啦 不断地来到淫屍啦 整晚都是这样的 一路盛唱歌 一路在章头上 在那儿跳舞 那个露体 这些这样的症状 那有时我们去看那些电影 Horley活电影呢 那《疯狂愿》的那部电影呢 都有这些这样的情况 你会看到那些人的行为的 那 那病人呢 有时呢 会突然之间呢 就跳上床上去逃走 那 还有不断地 不同的环角啦 好像感觉到有魔鬼啦 好像有幽魂上身啦 也有時出現抽筋徑聯的症狀 接下來就會昏迷,累了昏迷 這些不規則的行為 還有在徑聯之前,手沒有觸動 而且很怕被人毒害他 食物方面經常怕有人去毒他 還有一個情況,手足不受控制地動動 很多時候是因為情緒悲傷的經歷 或者是因為猜忌、顧忌出現 所以這也是用於瘋狂的maniac 有時是躁狂的,或者是躁鬱症的 通常兩邊都有,躁鬱的時候 喜歡很開心、狂喜、很興奮、寬笑 不斷走來走去,有這些行為 不受控制地的大笑 當然也有時是在抑鬱的一面 還可以有時融在小細菇 因為受驚、生蟲出現這些境亂 尤其是悲哀之後出現受到打擊 之後出現這些躁鬱問題 這些疾劑有時都不太難去觀察到 尤其是用一些老人痴癌症的Alzheimer 去處理他們 當然有時候也要靠病人的家庭 能夠很小心觀察到那些症狀 可以提供給你的 有時候如果你做得太遲的話 這些人可能已經被關入精神病院 就失削了治療的機會 這些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的病人通常會坐在那裡 突然之間他們就會起床 眼睫睫,表現一種很驚慌的感覺 有時候開始起床 通常會走來走去 來做一些事情 家人遇到這些情況 通常快關了大門 令到病人 有老人痴癌症 不要跑出街 也有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會自己打自己 或者手帽觸動 或者磨拳擦掌 不斷地來做這些動作 而且他們的表情好像很驚恐 突然之間就會停止 這些情況通常是反反覆覆的 好了 也會出現一些 我們稱為強迫性色情的行為 正如我剛才所說 無緣之間就會唱歌跳舞 他們會出現唱歌跳舞 懶懶石石 懶體 這些情況 所以 Haiosiamis Nyga 黑涼蛋 碳核 是一個痛內療法 裡面 是一個很主要的處理 是精神病的療劑 這個是非常之好用的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痛內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痛內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鎖店街、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